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是Li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一所必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點尖的觀眾已經看出來了 這兩位選手是天梯超頂尖的玩家 分數是高達2700升起跳的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Vipe 我們的世紀帝國之神 再來就是我們的Nikon Nikon的分數最近也是突飛猛進 這次改版立陶宛人是有一點小小的改動 剛好是Vipe所選的 Vipe這個改動是有讓立陶宛人的TC 食物變得有點微妙 以前是開局的時候會給150肉 現在是每個TC會給100肉 這個改動在他前期的一些地圖來說 會比較有一點小小的NERF 像是一些特殊地圖打法或隨機地圖 一開始有均勻的情況下 可以爆棒棒 缺少了別人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改動之後呢 如果你是玩超級隨機 然後出現一個均勻的情況 你就只能按一隻棒棒或兩隻棒棒 那如果你是按兩隻棒棒的話 可能會有斷寸的問題 所以這個改動我覺得其實 讓這個文明特色再變得更少一點 那在有一些需要搶封建時代升級的一些地圖的時候 像是海圖啊 或者是需要打極速封建的時候 立陶宛這個150肉的效果 就會稍微削弱了一點點 但取了帶子喔 讓他正常開局的時候 3TC開下去的時候肉量的壓力就比較小一點喔 OK 馬上爆出技也經濟啦 這算立陶宛人的一個中後期的改動 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好 那他起注之外呢 還有這個列提斯單位嘛 列提斯單位的話是需要吃到修道院的 這個聖物喔 只要每把一個聖物放到修道院裡喔 列提斯的傷害就會增加一攻喔 那列提斯是立陶宛裡面的城堡的專屬的寶兵喔 那只要拿到四個的話 攻擊就可以拿到加四攻喔 非常的高 那但是一般來說 阿拉伯都只有大概五個聖物而已喔 所以你要拿到四個很不容易喔 我覺得拿到三個就很厲害啦 所以他的這個團隊加成呢 就是讓他修道院的工作速度 加20%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修道院聖物出來的速度喔 通常會比對手快一點點喔 但是對手如果也是頂尖玩家的情況下 就會出這個輕騎兵喔 去阻止對手立陶宛這邊去拿一技的動作 所以立陶宛的前期的工作 就是槍兵要一直出 或是騎士喔 上城堡時代出騎士 直接去保護自己的這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 喔 僧侶啊 去保護自己的僧侶喔 趕快去撿生物喔 會比較重要一點 但是立陶宛除了要撿生物之外 也要強壓對手 所以這個支箭的平衡喔 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立陶宛的要怎麼打到後期喔 就是 城堡時代史不關鍵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這次的改版喔 改動其實蠻多的喔 他這個黃族血脈喔 有做更動 那他的更動呢 是可以讓 Z的彎刀勇士喔 跟駱駝 可以對上騎兵的時候 減3D的傷害喔 那我覺得這個改動其實算不錯的喔 尤其是駱駝的部分 因為伊索比亞 雖然可以出駱駝 但駱駝並不太強 如果還是被192遊俠 或是其他的一些特殊傷害的騎兵 直接撿過去喔 但如果這個改動之後 伊索比亞後期的駱駝 其實還是可以出的喔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伊索比亞的駱駝 是沒有三綁的 還有品種的關係喔 所以城堡時代還是很容易打輸的喔 但如果 這個情況不允許的時候 還是要出駱駝的話 那他這個黃族血脈 會稍微有點小小的buff喔 但其實在這次改版之後 伊索比亞出駱駝幾乎還是偏少 那大部分時候 反而是出這個 他的寶兵喔 彎刀勇士 彎刀我是可以吃到這個效果之後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取代駱駝了 並不一定要出駱駝 反而是出彎刀勇士 畢竟彎刀勇士也是跑得快嘛 而且招待也蠻便宜的 而且還有這個-3D的效果 而且打對方步兵也不會太差 而且也不怕長相兵的一個counter 所以伊索比亞這個駱駝的效果 是蠻尷尬的 不如就直接出寶兵就好 而且現在出寶兵的速度也很快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伊索比亞也是四季帝國裡面 攻兵的 步兵攻兵發射速度最快的文明 這個射速高達18%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這個威射力是非常強大的 基本上是團戰的外加霸主 你攻兵基本上射不贏他 很難慘的一個對手 那伊索比亞的話 經濟來說是比較不太好的 所以他升到一個時代的時候 會給你100黃金跟100食物 讓你補正一下經濟 但是這個經濟其實也沒有補太多 所以還是比較需要靠玩家的 之後的3TC營運 還有讓自己經濟再好一點的方法 只能靠自身玩家的努力 而不是天聖能力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兩邊應該都是打一個 欸這邊是立陶宛 欸等一下伊索比亞 居然是打這個肉馬開局 來剛剛他說你的弓兵很強 那其實這是現在META了 現在META就是一定要出清奇兵 然後後面再轉弓兵 所以應該伊索比亞 待會還是會轉弓兵的 那VIPER這邊很標準喔 點一下雙面斧跟跟蹤技術 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打肉馬開局的囉 這邊是看到最方有刺猴 刺猴開局 然後馬上按下長槍兵 來做防守了 那這邊防守的話 會比較麻煩的是裹著這個區域 還有這邊的伐木區 那伐木區的問題是比較小一點喔 你可能還可以稍微微一下 就微個木牆就可以守住了 那VIPER這個打法 如果是一級農一級木先下的情況下 那就會說 你出併的時間會再更晚一點 所以VIPER很有可能會直接下修道院 可能不出刺猴 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不出刺猴的話 上城堡時代 打這個修道院生旅戰的時候 沒有清奇兵的加持 跟一個前置肉馬的探查 可能會稍微弱一點 可能會稍微弱一點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可能會打這個馬舊 但我目前看起來 他是打算先農 然後開尾 然後待會再去下這個馬舊 那這邊家裡是維斯 但其實這邊你看我一點太緊張了 他可能覺得VIPER在藏建築物喔 他以為可能有馬舊 他只是沒有探查到 殊不知VIPER是一個大暴龍 一級農一級木先點下 每一片田都有吃到一級農的肉量喔 非常的雄厚 好 那一級木有的優勢 但尼控這邊也是有點像 一級農一級木 兩邊都打一個偏農 可能尼控這邊也意識到 遇上VIPER的話 跟他打農 會很慘 如果沒有再跟他一起農下去的話 經濟會落後太多了 所以他決定也是點一級農一級木 那這個樹 我就比較喜歡這種玩家的打法 因為通常會點一級農一級木 意思就是說 我想要跟你打後期 那兩邊都有這個意圖的話 那這檔比賽就會非常好看了 那一隻時候過來追一下 結果VIPER是沒有打算要出 馬舊的意思了嗎 這個黃金也沒挖阿 用最快的速度 把自己的農田 跟這個羊肉吃一吃 然後待會就要直上 欸咦 他可能會用靠買賣上 城堡塞嗎 好像有機會阿 因為他這個礦區 確實不好守 頂多那個山村 去挖 然後 待會這邊鎖死就可以了 好 採放的地方這個位置 OK 我如果說的話 我想要放這個位置 離TC再更近一點 但這個地方也是OK的 那目前的話 待會是要這樣子圍 這樣圍一下這樣圍一下 不然就是這邊這裡圍死 圍死 然後這邊再放這場長兵駐守 其實防守來說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MIPER的一個經濟調配 稍微有 調動了一下 把這個村民 配到十個人伐木 然後下的是射箭場 完全打臉 那為什麼我會講錯呢 最主要原因是我沒有看這場比賽 因為我的習慣是 挑幾場比較看起來有料的比賽 但我也不知道最後這場發生什麼事情 就覺得 這個感覺對決 文明挺有料的 就來挑這片 來說 報給大家聽 那這邊是選擇工兵開局 那伊索比亞 果然很標準的馬就之後轉工兵 那目前你控有 刺猴上的優勢 那這邊是選擇使用長槍兵 稍微做防守 那長槍兵對工兵的 防禦力是非常薄弱的 那這邊的話可能要下 但是這樣會有點來不及 總會損失慘重 因為這邊 刺猴傷害有點高 殘血的村 趕快拉回家 毛兵也出來了 哇靠 這邊居然被他幹起來了 這四隻肉馬 若是我的話早就投過血了 但是 BIPER這邊提早把這個長槍兵 拉到這個下面 直接做防守 就算遇到工兵 也不太害怕 已經只有兩隻而已 而且四天場就在前面 毛兵一出來就可以立即反擊 哇這個觀念他可能已經想到了 他這個射箭場下的位置是有意為之的 並不是無腦亂下的 可能是細節拉滿 那這隻劍塔其實剛剛沒有必要投資 但我覺得 他這個下法也算是讓對手要 盡可能的阻止自己蓋劍塔 然後讓這些肉馬停在這邊 然後長槍兵就可以瞬間戳掉這些肉馬 那我覺得這個尼控也是被這根劍塔給掉到了 其實他該怎麼 不該直接這樣打 就直接讓BIPER蓋好 然後直接撤退就好 因為基本上 是異地國裡面 你只要讓對方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蓋一隻劍塔 就可以傷到對方的經濟了 你都看到對方下劍塔的話 我覺得其實可以不用硬打 把自己四隻肉馬送掉 其實有點虧了 好 那這邊BIPER先下我的地龍 呃 城堡時代了 那因為沒有石頭的關係 所以待會上 城堡時代也沒辦法立即下這3T系 可能或這邊會先下個馬舟 呃 兩馬舟 或是單馬舟 單馬舟然後單修道院 然後或是下個市集 去做個買賣 買個石頭動作 不然就是要來挖石頭 不然BIPER上城堡時代 經濟可能會稍微落後 那現在由於軍事上有數的情況下 可能還是會直接去出毛兵 然後出戰毛 戰毛兵 長槍兵也可以直接升級 那如果他是打一個毛兵跟戰 呃 長槍兵加戰毛的一個路線的話 那對BIPER也是有相當的優勢 因為我們之前影片一直講到立陶宛 城堡時代可以多出長槍兵 跟這個毛兵 畢竟還有這個10%移動速度加成 追擊敵門不會太差 而且機動性來說也不錯的 也不用投資太多黃金 在這個單位上面 但相對來說 就是進攻來說 稍微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來搶遺跡或是防守來說 其實不錯的選擇 好這裡沒有下馬舟 是血液地選 點了二級目 那二級農應該也會馬上補 二級農還有62肉 快要吃完了 好 長槍兵果然向前往前推進 這邊是選擇了二級射 好 果然很尷尬 沒辦法蓋TC喔 VIPER VIPER被迫要來挖石頭了 然後這個就戳到經濟了 這一根 要是他沒有插這根劍塔 這邊就可以下一個TC了 或是直接下大雪 直接轉出彈道雪 然後二級射 然後弩兵 這樣就會很有殺傷力了 那VIPER很標準喔 蓋出了自己的 戰毛兵 然後弓兵護甲再點下 好 但是這邊有點難受喔 這邊弓兵手 這次數量其實很多 毛兵走位一下 哇這個射速很快 好 戰毛兵升級好 二防也好了 戰毛可以稍微防守一下 但這邊VIPER的村民 還是被打到了山村 有點傷 但這邊 一手兵啊 很順利的喔 開出了自己的3TC了 沒有插箭塔 3TC就隨便插 想怎麼插就怎麼插 好 那修道運也該出來了 開始要趕快去撿生物了 這邊生物已經開始撿到一個了 VIPER這邊還是要專注在撿遺跡上 而不是要來跟對方打架 但這邊聰明被殺的數量有點多啊 開始聰明有點落後了 那這裡補下一個大雪 看來我先把這個彈道雪給點下來啊 但這裡毛兵數量依舊不夠多 會不會再補一個四箭場嗎 哇 VIPER這邊弄到生物法有點治理耶 哇聰明到處跑來跑去啊 很痛苦啊 完蛋完蛋 這邊 聰明要趕快繼續跑 哇 這邊生魚一隻老頭直接被擊落 左邊這個老頭 害怕到瑟瑟不敢發抖 原地不動很久了 好終於動了 現在走邊邊角角 很害怕這邊的奴兵會過來啊 現在到處奴兵都有在騷擾 很難受 但像有二防站毛兵喔 其實還蠻難受的 待會就是要把這個毛兵再續起來 好 VIPER這邊 很尷尬 生魚一回家 又被抓到 又倒了 哇 兩個生物都在家裡附近了 能順利的拿回來嗎 那有出少量騎士喔 那VIPER這邊選擇就很簡單了 直接出毛兵 加生魚的路線就可以了 長長命可能連生都不用生了 你只要看到騎士過來砍戰毛兵喔 生魚就會去找想一下 就沒問題了 好 這裡有少量的槍兵過來想要解救一下 那TC的部分 待會應該可以下了 那TC要下哪裡呢 我想一下喔 欸 下哪邊都不好欸 哇 VIPER這邊巨爛喔 可能會下木區喔 或是TC這附近的位置 這邊可能也不太好 可能會下這邊吧 對 不然是下上面喔 因為他已經下木區了 因為他這個 矿區太爛了 直接去插 插在這個矿區開TC會很爛喔 經濟會非常爛 所以這邊最好下爬就是下木區了 VIPER這邊直接點了彈道學 那VIPER這邊彈道學也已經點好了 但遇到騎士喔 還是要小心點 戰隊可能要出了幾隻喔 在後方防守 這邊還是很專心的喔 想要去控下自己的聖物 VIPER已經順利拿到兩個聖物 這就意味著VIPER的騎士喔 跟列提士已經加兩攻囉 VIPER打一個偏被動 但是很專心 在拿聖物的一個動作 那一手VIPER這邊喔 已經開農起來了 已經農起來的情況下 要繼續給對手壓力喔 這邊出頭子車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白河這邊就要考慮喔 要不要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直接去康克對方的清頭 那我覺得這個黃金量其實夠的喔 可以投資一下 黃金的部分在這個修道運上 會好一些 好 聖物拿著 那可能不能原地返回喔 因為這邊已經看到對手騎士在邊繞了 好 VIPER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繞邊邊角角 那在第三個聖物喔 就是這個位置喔 那這個聖物怎麼拿下呢 是個問題喔 因為這個有點偏中間喔 好 VIPER的黃金有夠多 但是還沒看到偷子車出現喔 所以這個 救贖思想還沒有點下 好 聖物過來招一下 直接反打回去 有單道學的戰毛兵打騎士有點傷害囉 因為這邊一手比亞沒有點惡反喔 而且也沒品種 所以騎士血量其實真的不多喔 趕快跑趕快跑 剩六滴血了 好 勝率稍微解救一下 好 看到偷子車了 這邊點一下輪走技術 救贖思想馬上點一下 很標準喔 立陶宛本來就是勝率文明喔 所以他這樣打是完全沒問題的 好 OK 這邊要再補一個修道院嗎 好 再補一個射箭場 好 中間這個 哨戰喔 是VIPER 最大的一個星頭之痛喔 擬空這邊想要控生物喔 但村民樹非常的落後 目前村民樹落後大樓22村左右 這邊地上的TC要趕快再補下了 地上的TC補在礦區就可以了 對 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第二個木區的話 你會需要大量去伐木跟種田 那第三個礦區喔 你是補經濟的狀況下 這邊TC蓋好 出來村民也可以直接先挖礦 但這邊蓋好之後 會馬上灑一片田 去維持自己的肉量 好 聖聖思想也點一下 那白河這邊防守打得非常OK喔 但經濟落後一大截 對 招一下 青頭 能夠招到嗎 哇 被斷招翔 可能會 出大事 這邊工兵往前壓 想要射森綠 走位一下 沒躲掉 還是倒地了 但是對方一手BIA的工兵 也是死傷慘重 其實還被射掉了一隻 這邊要來直接前壓寶 但這個寶 壓得有點 保守啊 是我就想要壓這個位置了 不過壓這個位置 更熊一點 但有這個劍塔還是有點危險 左邊也是有哨戰 那一手BIA的哨戰 是不需要死仇的 所以這邊隨意插 非常舒服 這邊聖旅我倒了一隻 等一下的宗教狂樂 剩下他這個好處 欸 你哪時候被偷撿遺跡啊 欸 白河你太狠了吧 第四個遺跡就這樣被他撿走了 哇 三修到院 好 白河只用少量的單位喔 就可以順利到城堡時代了 這個黃金跟肉量非常的多 好 趕快點地王時代 那城堡呢 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喔 因為這裡都是平地 我覺得跟他對插其實不太好 或是直接插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直接插正面然後巨頭出來 高地直接開頭 那這個城堡又是第一處喔 很容易被這樣高處巨頭直接拆掉 那插正面這個位置有個壞處喔 只能守到墨區跟門面喔 那金礦處是守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更好的位置喔 可能是插這個位置會好一點 哇 結果是插這個位置 高地 他要手右邊了 OK 手右邊這個高地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門面的話就會有點薄弱 而且巨頭要出來的話 會有點危險喔 其實可能還是會硬插 一騎上來拆喔 那兩邊都要升10代的情況下喔 騎士數量其實會不夠多喔 那伊索比亞這邊轉出了 彎刀勇士喔 是還是有機會喔 用這個大量彎刀勇士喔 直接拆除巨頭的 畢竟沒有城堡 在旁邊防守 好 那如果是大量的 彎刀勇士的話 這個聖旅的效果其實就沒那麼好 這邊聖旅一次只能招一個單位 沒辦法招太大量 好 點一下地獄士帶 防衛開始補下 那修道院直接搬到後方喔 VIPER這邊即時 把自己的經濟喔 再調配一下 因為他很害怕喔 前面修道院可能會產遭戰火的波及 快搬到後面 那這裡補下第四個TC OK TC一直往後搬 那這根城堡也是 建得不錯喔 哇 這果然是VIPER 關鍵就是比我好 因為我都會想要把城堡跟對方對保 然後把自己的門兵守住 那VIPER的視野喔 是比較廣方一點的 他並沒有只有看正面的位置 到處喔 所以我在想 這個布局要怎麼下 有點是圍棋式的那種打法 好 麗頭暗這邊已經升到地獄石彈 那據行頭時機 跟列提斯少量產了幾隻出來 你看基本攻擊力就13加3了 那列提斯這個單位呢 是可以無視對方的 防禦力喔 去進行攻擊的 那伊索比亞這個文明喔 剛好就是完全沒什麼防禦力的文明喔 伊索比亞的萬戰武士 基本是零防 所以列提斯對他的效果 可能會沒那麼好 好 中間蓋了一棟城堡 要來控中間的地圖 好 果然 三驢對抗萬道武士會比較難受一點的 這邊回頭打下列提斯 3很高 直接收掉 但戰毛兵打萬道武士也會有傷害的 因為萬道武士也沒什麼遠防阿 遠防只有2 阿地龍實在是遠防4喔 好 這邊3級攻 反打一下 OK 這就萬道武士比較麻煩的地方 血量不夠多 防禦也不夠 數量不夠 情況下很容易被換掉 那目前村民宿 Viper落後30村喔 會比較慘一點 這邊經濟有點趕不太上 但實在上有點小小的領先 完了完了 這裡沒有城堡的防守 萬道武士會直接過來拆嗎 六隻花可以直接拆掉沒什麼問題 攻擊力夠高 好 右邊城堡就蓋出去 正面依舊沒有下城堡 好 這邊透明秀一下 好 Viper的列提斯已經獲得了4攻加成了 生物4個 直接產黃金之外 還可以瘋狂的產這個列提斯 因為黃金夠多 而且主金也可以挖完了 這邊繼續在修 但萬道武士 絕對會直接上來硬材的 這是可以遇見的事情 但這邊直接築成戰法 建築學 欸 想過來嗎 結果這裡沒有敲下去地基 尷尬了尷尬了 這裡還有洞 完蛋這個洞都溜進來了 哇 Wipe這邊一個失誤 這個防止居然沒有消去 讓對方的萬道武士直接 硬上了進來 好 萬道武士的精神就是 讓他原地開火 盡可能讓他一直攻擊 他只要有攻擊 就有這個CP子 哇 直接被拆掉巨頭 好 再次毛兵打萬道武士 效果其實還不錯 哈哈哈 攻擊力7啊 但萬道武士的防禦力 還沒點3防的關係 所以打了一下萬道武士 有5滴喔 還是很痛的 好 這邊還有出了火炮 火炮出來也是非常難纏 這個城堡應該暫時拆不掉了 那Wipe這邊可能要先開攏 直接把金再攏起來 先轉一下被動 右邊這邊即死 蓋下非常多城堡 鎖住右邊的礦區 讓Wipe的金礦也比較安心一點 這個野金都有拿下來啦 是相當重要的 畢竟自己組不進喔 可能會被控下來 Bipe的觀念非常好 好 那1手BR這邊呢 打法也是挺標準的 該打的TC都有打 那經濟也是慢慢往後破 好 點下瓶種 三級馬鎧等等 還要再點了 因為自己現在肉量不夠 哇 這邊巨頭要送掉了 快跑快跑 這邊撞城堡 巨頭直接沒了 好 烈提斯過來 好 這邊 立陶宛還轉出了一些火槍兵喔 好 但是這邊城堡火力交叉 還有彈道學 完蛋我是直接死成一片 好 這邊再找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三隻 但是聖旅也是難討一死的吧 欸 只找到兩個而已 好 當然找到兩個也夠了 兩隻烈提斯過來營救 還有後面火槍偷射 應該可以再保住一隻聖旅 OK 那這樣子對方超虧喔 兩隻聖旅幹到這麼多大事 非常擊殺掉 多這些彎道勇士喔 那彎道勇士這邊要再思考 要不要繼續出喔 因為現在出列提斯 對方列提斯會很麻煩 那就用火槍喔 這邊如果一索比亞 直接轉弓兵路線也不是不行喔 轉弓兵然後出頭車 然後長槍兵的路線喔 因為我覺得繼續出彎道勇士會很慘 哇 這邊還是繼續點彎道勇士 好 那這邊點一下金略烈提斯了 好 這邊有救贖 救贖 死想 招一下火炮 有機會嗎 再摁一下 喔 可以耶 摁到了 非常漂亮 百姆有點像這個印刷技術喔 射程非常遠 十二射程的招翔距離 來不及招到 直接被砸死 哎呀 這個火炮有點可惜了 但這次三台巨頭 應該可以收掉這個城堡了 正面有這個大量的 萬島勇士想來正面防禦 那升到金略的萬島勇士 生產速度只要四秒鐘喔 數量想用數量擰壓對手 但是百姆後面還有很多毛兵跟火槍兵喔 這邊還有堅硬的烈提斯在做抵擋 而且傷害又非常高 哇 但百姆這邊有點衝得太前方了 哇 三巨頭直接被印換掉 尷尬了 HIP這邊要怎麼再反打呢 左邊戰線依舊沒什麼太大動靜 但是尼控這邊有點純純欲鬥 想要來把這個礦區喔 偷偷拿下來 那我覺得VIP可以考慮喔 嘗試去做 一個去控野精的動作 因為他自己的環境已經快不夠了 其實VIP這邊有點 經濟快跟不上了喔 因為他這個礦區快挖完了 左邊那塊礦區被尼控拿下來 會很傷喔 欸 待會尼控的伊索比亞金冠 扭力彈射器點下之後 這個火炮跟頭石車 這個傷害的範圍會非常廣闊 到了後期 其實對VIP會有點難打 尤其是後面這一坨兵喔 那個戰矛跟火槍 都被火炮 這個大範圍的直接擊破 可以直接把它想像是 這個波西米亞的榴彈炮 這有傷害力喔 那剛好尼控這個打法 是非常需要黃金的 那又要讓尼控拿到那麼多黃金的話 這個打法一定會出現的 那VIP這邊一直被鎖在家裡門口一直出不去 會相當難受 可能會被逆轉 因為打法裡面黃金之後 VIP基本上就沒有辦法反擊了 完全不能打 尼控這邊就是一個死守戰線 然後大挖黃金 轉出科技來 好 我覺得VIP可能要適時的 去把左邊這邊拿下來 哇尼控知道這邊很重要 直接再下來一座城堡 好 獵吉斯直接上來硬拆 三巨頭 直接又來開拆城堡 一下草幽治療 要來補下獵比斯的血量 好 這個城堡終於守不住 這個礦姬有機會拿斯蒂亞來嗎 感覺是有機會的 好 這邊沒有城堡之後 後方的金晃塑 就可以長驅直路了 三弓點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有三弓之後 彎道勇士的三弓會再更猛一點 這個情況就是我們說的 為什麼伊索比亞都不出駱駝的原因了 原來到電龍時代沒有三防 而且也沒有平走 直接出彎道勇士其實是差不多的 到這裡比駱駝便宜一點點 這邊想挖黃金就看到這邊在挖 好 老頭這邊稍微招一下 直接招幾隻戰毛兵 戰毛兵在前方 想要強度戰線 但後方還有這些預備的 不然我是在後面了 好 這邊點下塔盾了 要來增加長湯兵 跟這個戰毛兵的遠防 這個獵提斯上去硬戳掉了火炮 但是被管本獸 哇 這邊女兵修得非常漂亮的操作 這幾隻獵提斯有去無回了 完蛋了 送掉自己的主力部隊 MAP這邊會很難受 左邊這邊依舊沒有動靜 但巨頭這邊有在慢慢產出來 好 這邊玩到的是 看到對方獵提斯出來很少 直接上前想要硬拆巨頭 好 戰毛兵也是上來 直接後面硬點火槍兵啊 正面巨頭應該是全部被收掉了 城堡沒辦法擋住大量的彎道龍士 直接被蒸發了 好 獵提斯直接中 兼去攻擊對方的 攻城器了 中去 沒有出去 好 那巨型頭死機 那邊再架了喜啦 還要再去用巨頭嗎 好 這邊還要再上前 想要再打一波 但後面還是有火槍 好 MAP要來堅守正面了 蓋下兩座城門 再來把這個黃金給拿回來 好 這邊獵提斯想要來直接突進 但這邊礦區只剩下600黃金了 神女再找一下 能找到火炮嗎 沒辦法 毛兵直接反擊 把神女給收掉 但上面 獵提斯過來直接把樓頭戳掉 但獵提斯沒有把火炮給戳啦 尷尬尷尬 最重要的火炮居然沒有拿下來 好 但這邊有更多獵提斯直接補得過來 直接戳爆 哇 22攻獵提斯 太猛了 好 那由於直接拿下城堡的射程範圍 擁有塔盾的戰毛兵 可以稍微坦一下這些傷害喔 雖然還是有點痛 完蛋了完蛋了 還拿不下來 這裡要撤退再聚集一波了 好 後面獵提斯已經在後方 偷打這些農民了 左邊的雙巨頭 也是瘋狂在拆 城堡了 好 這邊一台巨頭應該是可以拿下了 再來一發應該就可以拿下 但這邊村民在挖礦的時候 右邊還有這個火炮在做處理 微妙了 微妙了 左邊戰線死守 右邊能打回去嗎 好 BIPER的黃金 只剩下10個人在挖礦 肉還是很多 可以考慮轉一些肉馬出來 去上個後方經濟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不是BIPER 這不是BIPER 不好意思喔 看錯了 BIPER的黃金也是很少 兩邊的黃金都是有點間諜 只剩下5個人在挖黃金 好 當然尼控這邊打出了GG 果然啊 黃金見底 左邊城堡也被拆掉 待會這邊也是難守 我覺得尼控這邊有點投的太快了 但遇到22個獵蹄獅 確實也是不好打 而且右邊這邊也有可能 也被BIPER會守住 是有機會的 但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繼續打下去的話其實不差 畢竟自己還有長王兵 長王兵遇到戰毛兵又很難打 有可能是這個緣故喔 黃金控的數量不夠多 雖然彈射器後面是可以拯救世界喔 但彈射器也是需要黃金喔 去除這個黃金兵 才可以繼續逆轉這個戰局 沒想到BIPER這場是拿下勝利喔 還有BIPER會輸欸 結果這邊被他突破了 兩棟城堡被他拿下來 黃金慢慢奪回來 那這塊黃金樹也是喔 稍微也是拿了回來 那還有1200黃金的話 BIPER就會繼續打了 而且BIPER這邊還有4生物的關係喔 黃金可以一直跳 打到後期喔 尼控確實也是沒有什麼太大勝算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MIPER這邊本來前期喔 大逆風喔 輸了20川喔 但是後面喔 直接經濟爆了灰啊 村民處直接追上 然後又拿到了4生物喔 經濟再浮了回來 所以經濟上是有點小贏的喔 雖然前期輸很多 那MIPER的專業的惡農惡目喔 就直接讓他經濟喔直接起飛喔 你看這個惡農惡目 很早期就點下了 惡農惡目 然後異農怡目喔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學 一般這種打法會比較好 比較像 學黑啦喔 就用這個不點一級牛 然後到後期才點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有點損失喔 這樣我覺得是不太好的 畢竟我們不是黑啦 如果黑啦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靠這個肉馬 去範到更多經濟喔 那如果一般玩家來說的話 還是去補自己的經濟喔 會比較更實際一點 操作性質 比較沒那麼有壓力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